中国上下五千年 最不缺少的就是不让虚伪的经过英雄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 我们的华夏先民们 曾面临着一个强大而狡猾的敌人 匈奴的威胁 为了击败匈奴 有一群女子为汉朝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而其中有以冯夫人为佼佼者 为了击败匈奴 汉武帝秉承前代人的智慧 确立了断匈奴之右臂 得方针 也就是要将匈奴右弟 河西走廊和西域 从匈奴的手中夺过来 首先 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 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其后 汉武帝又发动大渊之战 他以获取汉血天马为名 派遣数万大军 穿越了整个西域 并将汉朝的军事力量 投送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 就这样 汉朝不断向西域地区 释放着自己的力量 而原本从属于匈奴的西域 也逐渐向汉朝一方靠拢 然而西域地区毕竟太远 在当时的条件 汉朝还是有些鞭长莫及 因此 汉武帝决定扶植一个西域强国 让他们成为汉朝的盟国 从西面威胁匈奴的腹地 经过选择 汉武帝决定结好 与当时西域最强的国家 乌孙 乌孙乃是今天哈萨克族的先民 居住于今天新疆的北部 据汉书 西域传 统计 西汉十乌孙国拥有约63万人 而其他西域各国 总共不过32.5万人 即乌孙的人口 比西域其他国家的总人口 多近一倍 相比于其他城邦式的西域国家 乌孙更接近于一个游牧国家 其政体与匈奴相同 由于乌孙实力较为强大 因此 他们仅仅只是在表面上 服从匈奴的领导 而实际上却 取基础 不肯网朝会 也就是说 乌孙具有一定独立性 一开始 汉武帝希望乌孙能举足 迁徙至河西地区 为汉朝防御边境 遭到拒绝后 汉武帝决定 重新寄出和亲政策 元丰年间 汉宗是女将都公主刘喜军 嫁至乌孙 以为昆末 乌孙国的王号 列娇迷的幼妇人 汉朝用和亲的方式拉拢乌孙 让匈奴大为恐惧 于是 匈奴丹于同样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列娇迷 一时间 汉朝公主和匈奴公主 同时侍奉列娇迷左右 真是毫不威风 由此可见 乌孙一方面 在汉朝与匈奴两大势力之间搞平衡 同时又想利用两大势力 抬高自己 尽管如此 汉王朝联合乌孙 至于匈奴的最初目的 已基本达到 由于年事已高 列娇迷实在无法销售年轻的细菌功能 于是 她让自己的孙子军须迷 继承了汉朝公主 对于戏军公主来说 虽然军须迷和自己年纪相仿 但毕竟是自己的孙辈 两人的婚配简直形同乱伦 对此 戏军公主曾极力向汉武帝争辩 但为了大局 汉武帝仍让她 从其俗 列娇迷病逝后 军须迷继承了昆末的位置 然而戏军公主却因私乡和水土不服 不幸病逝于遥远的西域 为了维护与乌孙的关系 汉武帝又将楚王之女刘解忧 作为和亲公主 嫁给了军须迷 与解忧公主一同前往的 还有一名姓风的侍女 风辽 而正是这位低贱的侍女 却为国家立下了难以想象的功劳 相比于整天自怨自艾的细军公主 解忧公主积极参与政治 竭力将丈夫拉到汉朝一边 而阻止多谋 能言善辩的冯了 则成为解忧公主最大的军师 为了让冯了名正言顺地参与国家大政 解忧公主以王后的身份 将她嫁给了位高权重的右将军 这样 解忧与冯了在乌孙王亭内外 连成鸡脚之时 不断压缩匈奴公主在乌孙的政治空间 由于冯了知书达理 聪慧而富有见识 因此博得了乌孙上下一帜的认可 并被尊称为冯妇人 由于解忧和冯 在乌孙的出色努力 匈奴势力被彻底排挤出乌孙 匈奴见乌孙倒向汉朝 大为恐惧 于是向乌孙下达最后通牒 要求交出解忧公主 否则便派大军讨伐 其后 解忧公主紧急向汉宣帝和霍光求援 要求汉朝保护乌孙 汉宣帝得到消息后 立即派范明游等五将军 率领十八万大军大局讨伐匈奴 而常驻乌孙的汉室 掌罗侯常会 则带领乌孙军队从右侧进行夹击 在汉朝和乌孙的联合攻击下 匈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惨败 损失数万兵马 元康二年 前六十四年 乌孙为继一步加强与汉的联系 防止匈奴反扑 乌孙昆迷翁闺迷你厉汉之外 孙元贵迷为寺 并请求得令赴上汉公主 结婚重亲 判决匈奴 汉宣帝答应了此次和亲 并以解忧公主弟弟的女儿 留向父为和亲公主 谁知和亲队伍走到半路 却得到翁闺迷去世的消息 而由于元贵迷年幼 缺乏朝臣的知识 因此乌孙旧臣们 将翁闺迷的唐叔 匈奴外孙尼迷 及狂亡立位昆迷 一时间 汉朝在乌孙的经营 有前功尽弃的风险 但是狂亡尼尼畏惧汉朝的讨伐 因此仍然以乌孙习俗 继承了解忧公主 并产下了一个孩子 不过打从心底 尼尼仍偏向于凶母 因此与解忧公主矛盾重重 为了汉朝的利益 解忧公主联合乌孙贵族 为残暴的尼尼 设下了一场鸿门宴 并将其刺成重伤 尼尼受伤后逃跑后 立即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而前代国王翁闺蜜的儿子乌旧徒 趁机自立 并杀死了尼尼 与尼尼一样 乌旧徒同样为匈奴公主所生 得知此消息后 汉宣帝以破枪将军 新武贤为主帅 法兵1.5万 准备一举灭掉乌孙 然而灭掉乌孙 其实并不符合汉朝的长远利益 因此西域都护正吉找到冯了 希望他能够说服乌旧徒 让他投靠到汉朝一边 冯了领命后 立即前往乌旧徒处 并向他宣扬汉朝的威德 同时他还威胁说 以汉兵方出 必见灭 不如降 听说汉朝大军降致 乌旧徒大恐 于是让冯了向皇帝传达自己的口信 我愿意当一个小王 其后 汉宣帝为了解乌孙的情况 将冯了召回了长安 听取了他的亲自汇报 征求了他对此次纠纷的处理意见 在冯了看来 对于乌孙并不需要发大兵讨伐 而是完全可以和平解决 听取冯了意见后 汉宣帝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 即让冯了紧车持节 作为汉朝政史 再次奔赴乌孙 而冯了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位有官方承认的女外交家 对于冯了的这次初始 资质通箭的技术非常简略 但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甘肃敦煌旋转地区发现一大批汉奸 为我们揭开了冯了这次初始的一些细节 根据旋转汉奸记载 甘肯两年二月更陈说禀虚 于离制色赋予一线全职 前左光持船马师匹 为冯夫人助 林旷麦小萨二胆七斗 又交念五胆二军 今写劝莫一书道 守博入三月报 无令谋如律令 甘肃两年四月更深说丁丑 乐观令冲感言之 赵书以骑马驻船马 送破枪将军 川渠校尉 使者冯夫人 军立远者至敦黄骏 军立陈叶行 立于竹马前后不相及 马罢及或盗器 诸所未得 仅遣骑士张氏等 以物色逐个如蝶 为府告部 县 官 庞骏 有得此马者 一于是等 甘言之 以上纪录 可与自治通鉴 冯夫人紧车池姐 赵乌旧徒以长卢后赤骨城 立远贵迷为大昆迷 乌旧徒为小昆迷 截刺印寿的记载相互参看 也就是说 冯了在甘露二年二月下旬 至四月中旬 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 从敦黄骏出发抵达长安 又从长安出发 反至九泉骏 然后再前往乌孙 看到这里的记载 让学者们大为兴奋 纷纷说 冯了这位女英雄 我们终于在第一手史料中看到了 到了乌孙 冯夫人以皇帝的名义 将乌旧徒照换到赤骨城 并将汉朝外孙元贵迷立为大昆迷 乌旧徒被立为小昆迷 而新武贤的汉军也不再出塞 此次册封 是汉与乌孙关系史上的大事 标志着乌孙已由原先的盟国 变成了汉朝的蜀国 而西域彻底成为了汉朝的领地 而匈奴的右臂也被彻底斩断 在这方面 杰优公主和冯了这两位金国英雄是功不可没的 杰优公主见乌孙大事已定 而且自己也已年过七世 于是他于甘露三年 前五十一年 向汉宣帝上书 希望能在生前回国 归葬在汉朝土地上 汉宣帝考虑到他大半生身居异域 为过操劳 有功于汉室 就派人把刘杰优和冯了一起 接回长安 并以公主之礼 照顾刘杰优的饮食起居 对冯了也以后路优礼相待 公元前四十九年 牺牲自己幸福 为国立下不是志工的杰优公主去世 原贵弥死后 其子兴弥即位 由于兴弥治国无方 乌孙在其内乱 而业以老太隆重的冯了 再次奉寒原地之命 再次持杰出始于乌孙 最终第二次稳定了乌孙的形势 杰优公主和冯了 他们以女儿之身 放弃国内相对优渥的生活 数十年如一日扎根于一羽 最终被汉朝抗击匈奴的大业 立下了汉马功劳 正是紧车出赛 宋银芒 专队长财淑女郎 读史曼夸苏武捷 虚伪经过并流方 读了冯夫人和解忧公主的故事 不知大家是否为这两位 金国英雄的伟大事迹所惊叹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